北京地铁又出状况 1月5日早上 北京地铁13号线出现地面设备故障 5日早上 北京地铁消息称 13号线之春路站至五道口站区段下行 开往东直门方向 地面设备故障 但该消息未透露具体故障状况 疑似知情网名称停车吓我一跳 马上往中部车厢走 谢尔齐还停了一会儿电 一路上 二站 停了好几次 两站走十多分钟了 疑似指停电 停车 还有网民留言吐槽 北京地铁出状况太频繁了 北京地铁要严查了 最近时间出的事故有点过了 先是昌平线 然后6号线 再是13号线 北京地铁在干嘛 北京地铁你能不能行 1月4日晚 广西北海市银海区海域发生4.2级地震 震中位于北海维州岛附近 维州岛上震感强烈 北海市区异震感明显 目前无人员伤亡报告 视频显示 甚至有人来不及穿衣服 穿着短裤 光脚就跑到大街上 地震发生时 整个屋子都在震动 一名男子慌忙钻到桌子下避险 等待地震停止后 男子才从桌下钻出来 收拾好自己的物品快速下楼 有学校的草坪里 站满了学生 地震发生后 许多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布地震前拍摄的照片 看到北海上空有地震云 这是我傍晚拍的云 当时就觉得是地震云 有人说我是8点40分拍的照片 像地震云 近日 中国多地发生地震 在广西北海地震之前 甘肃临下州基石山县发生6.2级强地震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网友纷纷表示 天 最近怎么这么多地震 临近过年 大家都要好好的 到处地震 祈祷平安 视频显示 民众纷纷跑到大街上躲避 室内晃动明显 据网友表示 地震前几天成千上万只燕子 在空中盘旋 但当局专家辟谣说是正常现象 也有网友拍下地震前几天 天空云彩出现奇异现象 据中国地震台网通报 1月4日22时29分 在广西北海市银海区海域发生4.2级地震 震源深度9公里 震中位于北纬21.05度 东京109.24度 距海岸线最近约39公里 震中距银海区46公里 距海城区49公里 距铁山港区57公里 距河浦县68公里 距广东雷州市90公里 距北海市50公里 距海口市163公里 北海市普遍有震感 地图显示 本次地震周边20公里内无村庄分布 100公里内无乡镇驻地分布 在社交平台看到 北海 南宁 青州 以及广西其他城市等地居民 表示感到明显震态 震后 居民纷纷跑下楼避险 目前未有人员伤亡报告 据当地居民王春梅称 睡着都被震醒了 突然响了一声 床和衣柜都摇晃了几下 持续了两三秒钟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 1月3日是808分 在福建张州市华安县 北纬24.76度 东京117.49度 发生3.5级地震 震源深度13000米 震感明显 学校的学生慌忙跑到教室外 网友表示 厦门 晋江 泉州等地有震感 1月3日 广东赵庆广宁县一住户 从楼上抛洒大量现金 网传视频显示 现金洒落一地后 周围民众并未上前哄抢 3日 网传视频显示 广东赵庆广宁县 顺景花园小区一家住户 从阳台往下抛洒大量现金 现金洒落一地 而周围居民为钱来减食 事发第一商户向陆媒表示 当时确实有人撒钱 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现场也没人赶紧 赵庆市公安局一名工作人员 也证实接到关于此事的报警 4日上午 广宁县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称 该家庭因为一些琐事 导致当事人情绪波动比较大 撒的是真钱 但周围没有人来哄抢 1月3日 缅北爆发武装冲突 一枚炮弹落入中国云南境内 沿街商铺受损 至少造成5人受伤 目前 中共官方尚未对此做出表态 缅甸北部爆发地方武装 与军政府之间的军事冲突 临近中国边境的果敢地区冲突 尤其激烈 云南边境城市也受到波及 网传视频显示 3日当天 一枚来自缅甸的炮弹 落入云南镇康县南散镇一处街道 发生爆炸 扬起烟尘 街道旁有多家商铺受损 路面被炸出一个深坑 目击者说 炮弹突然落入他的商店旁边 当时他与炮弹仅距20米 相邻的其中一间商店的玻璃 被冲击波震碎 旁边那几家市 有人受伤了 有两个女的受伤了 他门头都损坏了 炮弹的声音很明显 许多市民站在路边围观 有人躺在地上 衣服上有血字 疑似受伤 现场有救护车运送伤者 据镇康县人民医院工作人员透露 有五名被炸伤的市民 被送到该院救治 镇康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 三日证实 有炮弹落地 确实是有这个事 但不愿说明炮弹是来自缅北 你很且市民站在路边围观察